文复音 健福法 是他总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于是每个人都值得去深入学习如何解梦 解码这个高维性细胞 当你听到解梦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你会看到自己躺在心理学家办公室的沙发上 跟弗洛伊德式的教授聊天 是坐在拿着八卦图或水晶球的大师面前 还是找一本周公解梦翻来翻去 又或者你自己一个人陷入沉思 思考这些梦意味着什么 也许大多数人不会选择独自沉思 因为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梦已经成为 或许我们已经允许他们成为 那些有资格的专家的领域 他们被认为有知识和能力 能够挖掘梦的数据 并系统的复现潜意识告诉我们的信息 因此一般的看法是 只有拥有专业知识 且对梦境的复杂细节有深入理解的人 才能告诉我们梦的含义 其实并非如此 没有人比你自己更能理解你的梦境 为什么我们需要外界的帮助 来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呢 梦是短暂的 却也是真实的 它们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然而它所能连接的 超出了我们日常的存在样式 当我们卸下防备 我们允许它自由驰骋 超越那些白日里限制我们的偏见 甚至预定的思维框架 因此 源于我们的心灵深处的梦 让心灵扩展 并与一个更大的现实同步 这让我们拥有了一个短暂的自我超越 从物理约束者的现实纬度中 暂时解脱 借着这个暂时的解脱 梦就成了我们的 内在自我和精神向导 与我们沟通的伟大手段 我们必须通过理解内在向导 试图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来倾听它在说什么 而我们中的许多人 只能模糊地听到这些信息 潜意识总是忠诚于你 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你 那么你该知道 如果梦没有实质意义 潜意识绝不会耗费力气去创造它 因为潜意识每时每刻都很忙很忙 梦里蕴含着很多智慧资源 并且那些智慧资源都来自你 是属于你的 它们每天来到你的世界 是为了帮助你 爱护你 陪伴你 请相信你的潜意识 永远比你的大脑知道的更多 正是因为我深知梦的意义 所以当我们在工作和生活里遇到难题 不知道如何解决时 我都会去问我的梦 大部分时候 它都能够告诉我们 我真实的愿望和感觉是什么 如果我怎么做会对我最有利呢 结梦是对你在梦中经历的事情 进行深思熟虑的修正 并进一步挖掘起深刻的含义 梦是个人的经历 因此你的梦只能在你的个性和自我发现的过程中 才能被理解 随着对自身梦境的理解程度的加深 你就越发容易懂得梦要告诉你什么 而遵从梦的指引 让这指引在生活中得到实践并解除果实 会逐渐加深你对梦内在指引的信赖 这甚至会让梦境变得越来越简单 意义更加明确 下面我们来看看解梦的四个步骤 一 记录你的梦 这是分析和解释你的梦的关键一步 梦是来自你的无意识的一种交流 因此必须首先被带入具体的领域 集书写和记录 在你的床边写一本梦日记 在那里你可以记录下你所记得的梦 如果你不记得 简单的写没有梦要记录 坚持这个简单的事项几周之内 你就会开始越来越能清晰的记起自己的梦 二 反思并确认你的情绪状态 梦的书面记录 往往不显示你当时的情绪状态 因此一旦你记下了你从梦中所记起的事情 问问你自己 我在梦中感觉如何 你醒来时我感觉如何 你要告诉自己 在梦中感受到了什么样的情绪 生气了 不高兴了 快了了 懊悔了等等 接着请留意 你在梦中感觉到的东西 是否已经进入你的意识 你从梦中醒来后 是否仍有同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舒服吗 三 不要强行添加意义 不要为你的梦构建或强加意义 你的梦需要如实地被理解为 它们呈现在你面前的样子 关键在于你如何理解它们 而不是某种字典一般的 对应的意义解读 翻译一些书籍你不难发现 大量出现在心理学家 解梦书籍中的各种象征性事物 甚至都很少或不会在你的梦中出现 而你的梦中出现的事物 比如电脑和飞机 是你所熟悉的 但是百年前的古人 却完全一无所知 这个时候 你还能靠查字典吗 的确梦中确实存在集体意识的象征 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 但是这些象征和符号 对你的自我分析和成长的影响是有限的 而这些象征性的意义 只有你自己才最了解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有非常个性化的经验 每个人的历史 都是我们特定环境的结果 每个人都对我们的生活 产生不同的影响 四 与专家对话 你自己 你是评估梦的专家 你必须相信你的内在向导会引导你 通过你的潜意识 探索一个独特的内在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 你需要意识到你近期的生命历程中 一直在思考的是什么 你的野心 愿望 兴趣 你的烦恼 担忧 恐惧 你的梦里的内容 全部都是关于你自己 和其他的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关系 是你创造了你的梦 梦里的所有内容 都是在诉说你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在诉说别人 梦是没有逻辑 而是直觉化的 梦是一幅有象征意义的艺术作品 所以 不能用现实生活的视角 来分析梦 你要关注的不是梦里的被打 而是在梦里 当你被打了之后的感受和反应 后者才是你的梦 真正想要表达的 想邀请你关注的 在梦里的被打只是一幅画 那幅画带给你的感受才是核心 请你一定注意这一点 理解了梦的语言模式之后 相信你会慢慢掌握 理解自己梦的能力 深入的思考 问自己 它给我带来了一种什么感觉 它让我产生了什么样的联想 敏锐地捕捉到那些有梦触发 却有你自身产生的感受和想法 这个感受对我而言熟悉吗 以前曾经出现过吗 这个感受让我联想到什么 它和什么有关 在我的生活里 什么人或什么事 曾经带给我与此类似的感受 如果你能沉下心来体会这些感受 通常都能轻易地回答这些问题 但如果你进入联想和自我对话很困难 觉得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那么也是没有问题 刚开始接触梦和自己的内心时 遇到这样的现象真是太正常了 那么你只需要让自己在清醒的时候 回忆那个梦 并让自己感受梦里的感受 让那个感受在你的身体里回荡一会儿 仅仅是这样做 就能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那将让你去离自己的内心更近 对自己的感受更敏锐也更接纳 将让你养成和自己在一起的习惯 这对于你了解自己 接纳自己 爱自己 是非常有帮助的 至此 你有了解梦所需的全部工具 现在创建一个梦日记 把它放在你的床边 最好记下你对梦的直觉感受和联想 过一段时间 你将开始看到你梦世界的模式 这将引导你更好地了解你自己 最终 梦会成为你灵性成长过程中最好的教材 你的潜意识连接着你的高维意识层面 它知道 你需要怎样处理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 明白了这一点 你就可以向自己的梦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和步骤是 一 经常在心里默念那个你想不明白 但又特别想弄明白的事 让它在最近的几天都成为你生活的重要内容 二 拿一支笔和一张纸 把这件事写下来 同时写下你对这件事的思考和分析 然后在纸上画几个大大的问号 三 找一个朋友去聊聊这个你想不明白 但又特别想弄明白的事 详细地跟朋友说说这个事情的始终 你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和观察 同时询问朋友对你这个事的看法和评论 四 到了某个晚上 你不看情节激烈的电视 也不打游戏 不参加朋友的聚会活动 让自己处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状态 然后在临睡觉之前 你闭上眼睛 把手贴在额头上 把注意力放在胸口的位置 轻轻地说三遍 梦啊梦啊 请你告诉我某某事的答案吧 我真的很想知道 谢谢你 五 在自己安静的状态下 沉沉地睡去 用心准备和梦里的自己相遇 你很有可能一次就能成功 梦会用一幅动态话来告诉你答案 但也有可能 他的话不太清晰 让你难以理解 那么你第二天可以继续这个流程 直至你读懂了它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